大量土石不斷从山壁上崩落下来 扬起大量灰尘 而整条路面也被土石覆盖 南北双向交通全部中断 公路单位人员赶紧派人封锁现场 不让人车靠近 发生崩塌的路段就位在苏花公路 149公里处 20号晚间开始陆续摊房 虽然工程单位承诺 22号上午10点抢通 但眼前这落石辆大约有5000立方公尺 能否如期轻运 还得看崩塌状况是否持续 道路中断让不少农作物 无法载运北上 得绕台湾大半圈运送 让农民苦不堪言 那我们现在也是绕南部 那会不会造成你们困扰 当然多少 多少都会 每次都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 往南部走 那要多花多少的时间 多花5、6个小时 5、6个小时 所以时间也变长了 油费也变多了 有人开车多绕 走到一大圈 也有人干脆用火车 连同大货车一起载运北上 而道路中断受害的还有饭店业者 因为自行开车的游客 路断了到不了花莲 业者也只能任赔退还订金 甚至还有游客差点赶不上飞机 那少部分的这个散客的FID的开车来就受到影响 如果他因为你有时间来 那我们还是把电机退还给他 两位德国人 本来是你多天要包车前往桃源机场 我们派同仁器火车站协助他排队等候这个车票 俗话中断让不少人受到影响 现在大家只希望道路能够顺利抢通 也让损失继续扩大 记者廖威廉 廖宇志 花莲报导